您真的卻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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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所做的一切功德 念下来一千万倍 所以我们今天从内心里面 来思维佛法 修行佛法 首先我要带着各位归一三宝 这个归一也不是说我们归一 希望六道众生 父母祖先 所有亡魂 特别是战争死亡 在欧洲有黑死病死亡 二次大战 二次大战听说法国就至少死了八十几万吧 其他国家更不用说了 但是无论如何农历七月份是普渡月 那我们希望他们都得到三宝的加持 所以愿这些亡魂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去大户牧区早请 我有说下午我要去潮州会馆 请跟我来 不但今天 还有明天 所以我拜托三位格西很认真 很认真 我们住的酒店 这些亡魂请跟我来 我们大家相信因果 因为念一下 帮助别人 帮助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那你这个功德力呢 以帮助众生的功德力来回向你的爸爸妈妈 平安健康 回向往生者超度 很容易的 这就是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以利益众生 佛所讲的 刚刚我还没讲完 你布施百千亿黄金 不如供养佛一杯水 你把佛像都做成全部黄金的 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你守了所有的戒律的功德 不如修忍辱的功德 你忍辱的功德 不如修空性的功德 就是你了解剥热心经 但是你这些通通了解了 不如慈悲的功德 慈悲包含所有世间的福报 解脱的智慧跟成佛 都不能够离开 慈悲心 所以希望各位多修慈悲心 慈悲就是不自私 别人比我还重要 这是观音菩萨的精神 也是每一个佛 是因为慈悲心而成佛的 那自私是生命的敌人 自私造成生命很痛苦 慈悲让我们快乐 而且慈悲让我们成佛 所以各位今天开始做事情呢 你就不要去想你喜欢什么 而要想的是对方需不需要我 比较重要 以前你做老板找职员 这个有没有能力来帮我 用这个想法 现在你修行了 你开始 这个人我能够帮他什么 如果你用慈悲心 你会碰到最好的人来帮你 因为什么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佛陀说 慈悲的功德 包含所有刚刚讲的 不失 慈戒 忍辱 所有的功德 慈悲就可以让你成佛 慈悲可以让你断烦恼 所以我每次来都要教各位去死死 在法国 有咖啡的味道很香 念一下 你闻到香了马上供养 以香的味道 供养护法神 供养三宝 供养六道众生 养成习惯 是你要打瞌睡 不是我不喝咖啡的 但是我不喝人家要喝 是吗 有点很好 就 有一位杜先生 当他农闲时便会亲自买牛杀牛 然后将煮熟的牛肉拿到市场上去卖 今年的秋生总算是忙完了 是啊 过几天我出去买几只牛 等杀了后你把肉卤一卤 拿去市场上卖 嗯 好啊 哎呀 小杜 你来买什么呢 收成已经结束了 我想买一只牛回去杀了煮牛肉来卖 小杜 你可真是牵不住啊 农忙时在田里干活 农闲时就杀牛卖牛肉 不跟你说了 我要过去看看那头牛 以后想吃牛肉再来找我啊 哈哈 好啊 先生 要买牛吗 是啊 嗯 这头牛挺大只的 身上应该有不少的肉 哦 先生您是卖牛肉的 是啊 每次农作物收成后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顺便做点杀牛卖肉的生意 那您的眼光可真好 你看这头牛又大又肥 一定能取好多肉的 杜先生 杜先生将牛买回家后 便亲自动手将其再杀 然后再将牛肉一块块割下来 放进锅里煮 老婆 准备好了吗 我可要杀它了 嗯 好了 你杀吧 水已经滚了 就等你的牛肉下锅了 杜先生的牛肉生意非常好 因此每年他都会杀很多头牛 这为他赚了不少钱 然而杜先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和妻子结婚四五年了 却一直没有孩子 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 直到有一天 他们俩遇到了学佛的王阿姨 啊 那里怎么那么多人呢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的 那是小杜夫妻在卖牛肉 啊 卖牛肉 是啊 小杜每年浓闲时 都会自己买牛杀了卤肉来卖 刚杀的牛的肉自然美味 所以大家都会去买 原来是这样啊 小杜夫妻二人这么能干 只可惜结婚多年 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做这种杀生赚钱的生意 自然会遭到惩罚 他们怎么 标准是49盏灯就好了 只是因为它是动物道 1084盏 七部地藏经 有时候三部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他这么执着 不知道要多念一点 七部地藏经 你就现在发愿 一发完愿 什么叫发愿 一定会去做 叫发愿啊 各位你现在 你 你现在听我这样讲 你那个胎儿没超度 妈妈要为你们 念七部地藏经 三个我要念 为你们念 二十一部地藏经 一年之内 没关系 你发愿了 佛教发愿是 你一发愿 你决心要做 他就得到功德 所以念下来 自己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别人的功德 随喜 为做的功德 先发愿 这样就好了 那你一发愿 所以地藏王菩萨妈妈 为什么可以超度 而且同样地狱的众生 都可以超度 地藏菩萨发愿 我敬畏来 几位六道众生 对不对 广度六道众生 六道成佛 我乃成佛 他还没有开始修行 他不过发这个愿 所以地狱的众生 都随他妈妈生殿 所以如果你现在生病了 你就发愿 像我大哥得癌症 开刀 我就叫他发愿 吃素 送普门品二十一遍 拜一铺三昧水灿 你跟我发愿 他说好 好 发癌症就好了 再检查 变零了 奇迹 奇迹 后来又发作了 为什么 又吃肉了 然后又找我 然后他透过我妈妈找我 只好因为我 我妈妈爱他爱的钥匙 我大哥是我妈妈好几次的情人 我大哥 我妈妈只看我大哥就高兴 他不要看我爸爸 看我爸爸就讨厌 这有什么办法 所以大儿子都是你的情人 你会爱死 大女儿天天抱着爸爸睡觉 大女儿嫁给别人爸爸哭死 因果百分之一百的 你自己想想看 你就会了解 所以我大哥就一个发愿 那就好了 但是连续六次 为什么 他就是不信 反正病的时候就相信 好了就不相信 就这么简单 但是好在他有个出家弟弟 还有个邦马 你又没有 我实在是很帮他妈 因为我不敢让他死 我知道我大哥如果病倒 我妈妈一定死 我妈妈一定完蛋 而且会痛苦而死 因为我妈妈上辈子 是我哥哥最爱的情人 好几次都没结婚的 我都把这个因果问的百分之一百 所以我妈妈对我哥哥那种执着 我看在心里 真的是没他会要命 现在一样 每天晚上一定要看我哥哥坐在床边 然后他睡着他才能离开 到现在天天天天 所以我只好把我妈妈搬到我大哥对面 大楼对面 不能住他家 每天我大嫂生气 我大嫂早就在生气了 搬到对面 窗户可以看到我大哥 随时可以叫他来 那种爱 因为我太太 我的妈妈上辈子是一个公主 然后这个国家为了 为了国家的和平 把这个公主 国王许配给对方的大将军 做太太 所以就拆散了他们情人的关系 然后这个男生就 溢溢一辈子 很恨又爱又恨 为什么 你可以跟我自杀没关系 也不能去嫁给别人 但是我妈妈没办法 他就孝顺 他就嫁过去了 嫁过去了 这个男生就是这样 后来这个男生就是我大哥 就是爱的要事 所以我大哥非常疼我妈妈 照顾我妈 跟我爸爸永远是敌人 永远是敌人 然后也跟我不讲话 跟我二十几年不讲话 因为我就是那个爸爸 我就是我妈妈前世的爸爸 是我把他取配过去的 所以我们的关系叫三教关系 了解了就没什么 了解了就忏悔就好了 对不对 就忏悔就好了 所以我跟我爸爸关系也很微妙 因为我官做得比他大 他是邻国的大将军 我是这边的皇帝 所以各位 我师父也跟我讲说 你北市没有做过皇帝 你要坐在台上 奖金说法会下台的 出家一天做一世皇帝 你只要穿这个衣服 要不要穿 出家一天 所以叫八官宰戒一天 七世做人间皇帝 七世做天人 一天八官宰戒 所以为什么各位 你在守孝四十九天 一定要至少七天守孝八官宰戒 一直出家 九权基础尽造生 所以我后来讲话 就是希望农历七月份 各位最好像出家人一样的清静 不见得说一定要真出家 你到法国到哪里出家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七天 这农历七月份 为爸爸妈妈 为累世父母 也为自己能够守八官宰戒 很清静的生活 然后就是我们中国人的 吃灾 这个灾不是光嘴巴 而是身口意清静 那八条 背一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七月份夫妻分开睡吧 不淫欲 第四条 不骗人 第五条 不喝酒 第六条 这一点有点难 不化妆 我们七月份不穿皮衣的 所以各位看出家人 全身包括鞋子 都是布的 也说农历七月份 你衣服穿 不要穿皮衣的就好 尊重吧 然后少化妆 不化妆很困难 但是不要用动物 油脂性的 就是七月份 再来第七条 不睡卧高广大床 不歌舞苍几 顾往官厅 也说七月份 睡比较硬的床 意思 不睡夫妻床 七月份就为爸爸妈妈 在守校 我们古时候是睡草席 对不对 古时候爸爸妈妈往生 我们睡草席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不歌舞苍几 顾往官厅 就是不要故意去夜总会卡拉OK 不要故意 别人在唱那是别人的事 你不能叫人家关掉 但是你不要去唱 第八条 过午不时 对你很难 晚上吃少一点就好 就吃素 七月份吃素 晚上吃少一点 那晚上要吃饭 记住 拿一点点饭菜 米 布置在外面的树下 河里面都可以 因为七月份也叫鬼月 因为七月份 就是说 这些孤魂野鬼 都会回到他的家乡 希望儿女帮他做功德 那如果生到各位 倒没问题 你要生到非佛教 做哪里什么功德 对不对 那七月份 法国人都出去玩了 还做功德 那各位就交给你来办 所以你七月份 就在门口 每天点个香 泡个咖啡 随便你 点一盏灯 对不对 然后放在你家外面 外面 给那些好兄弟 孤魂野鬼 所以叫普渡野 这个福报很大 那么这个福报 感恩我们的父母祖先 念一下 再念 县世父母 福寿百年 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离苦生天 这个意思 所以七月份 这个意思你抓到了 至少现在还十四天 各位你刚刚听我这样讲 做不做决定在你自己 但是你要孝顺 你要幸福 或者讲 你所做的功德都自己得到更多 因为 你出一百块 以爸爸妈妈的名义 以孝顺的动机出一百块 你等于出十万块 因为孝顺 这个观念很重要 你给你儿子一百万 还不如供养你爸爸妈妈十块的供 儿子是讨债 那什么是孝顺 要去供养父母 所以 而且不是光 现世父母 意思强调来 欺世父母 累劫父母 离苦得乐 所以我们修行是为了孝顺 普度众生 所以一只牛 一只鱼 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七月份 各位千万不要吃肉 老和尚说 七月份吃到的肉 都是你过去的父母 不然你吃不到 欠你债的 还没欠完 所以你到不丹 到很多他们佛教国家 整个七月份 教肖月 不吃肉 他们一年有三个月 不吃 我们叫栽戒月 因为了解这个道理 特别农历七月份 是对父母 祖先 各位现在还一半 还来得及 放下徒刀 立地成佛 对身体又好 又长寿 又健康 又孝顺 何乐不为 老实说了 一身病 马上吃素 病就好一半 就这么简单 因为大部分的病 都是来自于肉的问题 它有 肉类的问题 所以 现在我看到法国 有很多那些菜 都是听说有机的 也不错 到意大利 那个酱更好吃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吃素也没那么困难 但是吃素的时候 最好牛油 那些乳肉 少吃一点 为什么 那个是偷母牛的 小公牛把它杀掉 对不对 然后那些母牛很可怜 这样 如果以孝顺的来讲 就不太愿意 如果你听我这样讲以后 你在吃会拉肚子 代表你有感应 不错 这块吃 乖乖 不要 妈妈的 那你就改变一下 那你会发现 你很多心态改变 身体改变 那人总是 我认为有钱的以后 还要追求更高层次 健康 长寿 还要追求来世 我们也相信 真是有来世 所以你有在修行 越老越快乐 为什么 老你就累积更大的质量 更快乐 你没有修行 老就是苦 儿女也不在了 身体又不好 下回我来 各位在推轮以来 下楼梯不方便 所以趁着年轻 赶快修行 那你就可以改变命运 对 他活到九十几岁 手脚伶俐 这样就很方便 因为西方国家 虽然追求安乐死 安乐死是自杀 不行的 安乐死是自杀 所以来念一下 发挥功德 或向所有安乐死亡者 自杀死亡者 同享功德 那么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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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名字各位要背 不动如来 超度堕胎的 超度自杀的 超度那些意外车祸 爆炸死亡的 叫这尊佛 玄奘法是翻译这尊佛 这尊佛是特别对 就是凶死的 要下三恶道的 要念这尊佛 不动 如如不动的不动 那么不动如来 那这个不动佛 因为他过去 他是修不称心的 大悲心 永不生气的 大悲心而成就的佛 所以他力量特别大 那念是 那么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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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 佛教在超度的时候 除了阿弥陀佛的超度 就是这个不动佛的超度 那不动佛的超度 特别是 特别是那些凶死的 战争死亡的 那些特别意外死亡的 自杀的 所以经过桥上 有人自杀的地方 多跟他念一下 很慈悲 为什么 他很痛苦 你帮他念不动佛 不动佛就来 帮助他 引导他离苦 就像念阿弥陀佛 你只要相信 你要往生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定来 一来一定带你去极乐世界 那很多人说 那这辈子做很大的坏事 就这样去极乐世界 不公平吧 不是那个意思 极乐世界叫九平往生 你做很多坏事 还是可以去极乐世界 只是你先在莲花里面 要待几千年 那至少不用六道轮回 在那边忏悔 听经文法 净化自己 然后业障消除了 花开 见到阿弥陀佛 就开悟这样 这是很慈悲的 但是去极乐世界 一定要念一下 信愿行 你要相信 真的有阿弥陀佛 真的有极乐世界 你要发愿 我一定要去 这个各位要学 为什么 哪一天你的朋友 亲戚朋友往生 你要劝他念佛 那你要告诉他这个道理 因为这释迦牟尼佛亲口说的 你只要相信 而且发愿 必定往生极的世界 你放心好了 我经常在监狱 监狱里面要被枪 死刑 死刑的 有些会怕 我说你相信 多念地藏王菩萨 小业掌 不会堕落地义轨道 出神道 念阿弥陀佛 往生进入 你相信 没有问题 这样相信人 死了以后 脸非常庄严 安详 你跟他 结很好的善缘 念一下 结善缘 乐无边 我认为人 活在这个世界 不要自私 人越多 像各位住在巴黎 人那么多 跟任何人都结善缘 他不认识你 你也给他结善缘 前面有人走过去了 默默给他念 南无阿弥陀佛 默默给他念 观音菩萨 前面的人走过去的 像我经常在喷水 我都替他喷 这一滴替你喷 那一滴替他喷 你就默默地 一直替他们 在助攻的 因为我天天在坐飞机的 我很少睡觉 坐飞机 替他们办法会 替他们念药师佛 替他们超度 替那些空腹炎 开飞机的 替他们端出来的鱼 肉 超度 那我就没浪费 我坐飞机的时间 一直去帮助他们 所以 那我们现在 要来做一下 简单的诗诗 那不能光说不念 既然准备好了 你放在这边 他不见得吃得到 因为替他供佛 但是你要把这个食物 变成他吃得到 要靠佛的加持 要念咒语 那最简单的咒语 我们现在先念 请诸佛菩萨的 身口一家词 叫翁阿诺 各位至少 这三个字背起来 翁阿诺 替父母祖先 替所有众生 供养佛法身三宝 翁阿诺 供养护法天神 翁阿诺 供养上帝 圣母玛利亚 翁阿诺 你要念这个才慈悲 为什么 他们信天主基督教 看到圣母玛利亚 就超度了 对不对 你会说 你去极乐世界 他现在还不想去 先升天再说 对不对 先离开痛苦 所以请他们 有一尊菩萨 各位最好背 来 南摩虚空障菩萨 这尊菩萨说 正合一个死亡者 亡魂 你只要念他的咒 他就看到他爱的神 这样 因为虚空障菩萨 会变成他喜欢的形象 来接引他 脱离那个痛苦 这个很重要 你意思 南摩虚空障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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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众生 得见主神 离苦得乐 虚空障菩萨 来拜他 来带他 然后他们就得到了 善共三宝 下死 这个在佛教里面叫 水入空 放咽孔 就是要善共下死 东西不再多跟少 而在你的心态 你有替他们想到 还有一个我要教各位 你今天要去跟被人 谈判一个事情 或是对方一直找你麻烦 那你怎么解决都解决不了 你要怎么做呢 每天晚上 拿一支香 替这个找你麻烦的人 供养他的父母祖先 他的冤金在座 让他的爸爸来跟他说 你说没用 让他的阿公来跟他说 因为你对他阿公很好 对不对 阿公一出面 他就乖乖了 这个很简单的方法 他就是在找你麻烦 那你就要对他好一点 你就超度他的父母祖先 替他供养 你不要 佛教里面 千万记住 不要以恨来消除恨 不要以暴力来消除暴力 血不能把用血洗干净 我有水可以洗完水 唯有慈悲可以消除暴力 消除对敌 所以对方的冤亲在座 一定有 他要父母祖先 你又学佛了 你替他做 然后他就放你一马 不再找你麻烦 不然告你告得要死 找你麻烦 就这样布施给他 你女儿交一个男朋友 你很讨厌 解决不了 怎么办 那你就拿下拜拜 回向他女儿男朋友的父母祖先 你女儿万一跟他是结好缘 没问题 结不好的 他就把你带走 这样就好了 他就找一个更好的来 那你会发现 佛法就是告诉我们 慈悲解决一起 你没有用什么不好的手段 就是说你对我不好 我就对你更好 那就解决了 所以佛陀永远是这样 魔你在找佛陀 魔鬼叫找佛陀 佛陀永远用慈悲心 对不对 所以魔鬼的武器 就会变成花 来散在佛陀面前 这个叫 慈悲三昧 慈心三昧 这个三昧就是 保持不动的慈悲心 没有分别的慈悲心 这叫三昧 慈心三昧 解决任何问题的方法 你心脏不好 你不要抱怨 你抱怨他越乱跳 我跟你讲 对他好一点 我帮你取个秘密 叫慈心 我帮你去放生 我帮你去买心脏药 布施给别人 对不对 希望你快乐 不要赶他走 我希望你快乐就好 那你这个冤亲 再主意快乐 他就不乱来了 就像老婆在那边哭哭哭 买个钻戒就不会哭了 叫叫叫 对他好一点 佛教的方法永远是如此 腰不好 那不要抱怨 我对你好一点 对不对 我向你忏悔 一定我对不起你 我现在替你去种树 我替你 特别买那个腰的药 去供养出家人或穷人 最好来贴腰痠背痛的药片 所以我随时都带着 看到老和尚 替我贴吧 你哪里病 你就不是什么吧 所以供养出家人 薄居罗村子 生病的出家人 91节不用生病 再来就是那些可怜的穷人 我想各位 我们现在欧洲有一些难民 他们需要很多东西 你就随时给他包一包供养他 因为他需要 他如果不需要 不会蹲在那边那么痛苦 那这个是我们的机会 你不要跟他对立 他就永远不会跟你对立 像我在印尼 印尼很多华人 师父怎么办 会不会暴动 要不要跑 我说你对印尼好一点 不会有暴动 就算有暴动 跟你也没关系 就跳过去 因为你对印尼人好 但是不要一直去伤害 利用印尼人 多一点薪水给人家 家里请了八九个工人 一个薪水不到100块美金 还有50块的 你给你儿子薪水多少 一次3000块美金 这样太不公平了 你就对他好一点 你对他好一点 他就对你好一点 结善缘乐无边 这些佛教的方法 很容易 现在我点了 各位闻得到 这个是药 药粉 因为人会生病 众生也会生病 所以我们念药师父 食物给他吃 药让他除病 我希望各位要会 譬如说你胃痛 不要用吸药 你买一些胃肠粉 点在檀香里面加 布施给所有胃痛的众生 你发现你胃痛好了 很快 佛教的方法很简单 请问要发财 要布施什么 钱就这么简单 要不生病 布施药 这么简单 那你把这个药 布施给供养诸佛 发成药师佛的力量 所有生病的有形无形众生 包括现场的人 得到这个药 自己消除病苦 那你消除病苦最快 那这个法国面包 还有一点功德 中间给他挖个洞 挖个洞 那个粉给他放下去 点一下 哇 又可以吃 又可以给他吃 又可以布施药 旁边摆一瓶水 都好看 而且不会污染 这个面包 布施完了 那就给他丢在盒里面 给人家吃吧 给众生吃 那各位这样就 很简单 那药粉 药粉很容易 中药粉 什么病 布施什么药粉 养成习惯 像我这个药粉 是流血在痛的 因为动物被杀 流血在痛 另外一个药粉 是五脏的粉 三七粉 是不是照顾内部的 那另外一个我比较重要的是 布施一个 黄金 这是黄金 纯黄金做的粉 这个也可以烧 大家发财 因为我们现在烧那个金子 银子都是假的金 这个是真的 所以明天你把钻戒拿来布施 那你会发 我不会带走的 你们最好拿去做好事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 我认为各位囤在家里的那些黄金珠宝 没有用 要活用 赶快拿去做善事 做一个好的投资也可以 对不对 要活用它 因为带不走的 但是你要子孙发财是可以的 至少用它的名字帮它做善事 让它相信因果这个观念 让它懂得做善事 这是它永恒的财富 念一下钥匙咒来 那么钥匙流利光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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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念佛念咒不是会不会念 而是有没有慈悲心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念 因为我看到有病人 所以我要帮他念 我看到有人跌倒 所以我要帮他念 你要有这个动机 慈悲心 念才有用 如果你的动机是不圆满的 不慈悲的 你念好多好像都没有用 有些人说我就念那么多 为什么都没有感应 因为你的心 就跟佛的心没有放在一起就不行 那如果一个人不会讲话 然后难道他就不能念佛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是心态的问题 因为佛法是心的宗教 所有的宗教都是神在主宰我们 大部分都这样 那佛法是心是主宰你的 你的心的本性就是佛性 只是因为你把它污染 生气 欲望 贪嗔 是把它污染了 那你不管你怎么坏 你的本性还是佛性 所以各位不要放弃别人 要从内心里面尊重别人 从学佛人要开始变成什么 因为来念一下 赞叹别人 不要再挑剔别人 特别是你的家人 你学佛你要开始改变 你要讲别人的缺点讲不完 你还不如讲自己的缺点 所以了解自己缺点的人是智慧 了解别人缺点的人是慈悲 而不是找他麻烦 这个一定要找到 这个学佛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刚刚讲就是因为慈悲 希望对方健康快乐发财 现在念要师佛 要师佛可以健康发财 长寿正知正见 心态正确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所以我们现在念要师咒 那各位麻烦你们想 所有病人 所有穷人 所有你知道的老人院 孤儿院 特别是因为生病 被杀流血而死的人 动物 地域也是身体在受苦 身心都在痛苦 所以要师佛 这个法门很好 那我们现在念要师咒 那各位你手上有一杯水 麻烦你这一杯水 给它点两滴出去 代表药是咒水 好不好 以后你要吃药之前 把这个药拿来 南无药师佛 最好念七遍再吃下去 这个药除了医生 开给你药 又有药师佛的价值 这样最好 如果你家里 老人在生病 他不会念 你帮他念 念完七遍 病比较严重 念二十一遍 南无药师流流 再给他吃 帮助很大 如果你会持咒 那更有力量 那么破解法题 各位的悲心发挥作用 整个巴黎 法国 欧洲 地球 贫穷 病苦 痛苦的世界 三二道 都得到药师佛的加持 来 那么 消灾 严寿 药师佛 那么 消灾 严寿 药师佛 那么 消灾 严寿 药师佛 我们念的时候 红色的牌位在这边 代表活得的人 生病的 黄色的牌位 一本一本的 那是堕胎胎儿 一张一张的是 我们写的各种战争 包括各位写的 祖先超度牌位 他们都得到药师佛的加持 那各位 把你有拿到水米 也拿起来 我们也再念一遍 等一下再回向 那这个水 等一下要念 开咽喉咒 你就点几笛 刚刚各位听我说 咽口鬼喉咙被锁住 吐火 点几笛 咽喉咙就打开了 以后各位 你不会背 没关系 至少你知道这个意思 经过河边 点两滴水 让他喉咙打开 你又会念甘露水 蒸盐 然后他就可以喝那个河水 或是你滴出去的水 至少你不会念 你就念观音菩萨 或念欧玛尼 观音菩萨会替你做完这个 但你要有悲心就对了 就像各位 你不懂了很多字 但是你祈求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来帮你圆满 时间的 如何离苦得乐 往生进入成佛的方法 你只要一心念佛 就好了 我们今天的功德 乃至所有的功德 明天未来发愿做的功德 都要给父母祖先六道众生 目的呢 希望他们能够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六道轮回 最好的方法 就是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只要有信心 发愿 真的有在念佛 哪怕念十生都没关系 信愿行 他一定可以往生净土 我们呢 我们将来也一定往生净土 你往生净土 投胎来做人 就方便了 那个时候你轮回就是你的净土 因为你从净土再来 你已经正的圆满的 不会退转 没有烦恼的空性的智慧 不会退转的悲心 就像观音菩萨一样 到哪里都没问题了 普度众生 但是在你还没有达到这种 没有烦恼的空性的智慧 不会退转 无称的大悲心之前 那各位先发愿往生 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 只是西方极乐世界 跟我们好像比较有缘 念得比较顺 但是如果你要去不东方也可以 你要去要师佛净土都可以 但是你要相信 每一个佛菩萨 只要你有信心发愿都OK 那我们平常有做功德 你的功德越大 品位越高 功德就是慈戒 布施 打坐 点灯 随着你的功德 不得少福得善根 这样 你能够去做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我们希望 所有众生 那这各位 所有众生就是悲心 希望所有往生的法国人 所有第一次第二次大战死亡的人 所有犹太人 所有黑死病死亡的 乃至现今世界 现在我们中国有发生一些猪的传染病 对不对 希望往生的猪超度 这样 保加利亚昨天大车祸 死了二死人 希望他们超度 这样 所以各位看报纸变成一种慈悲 报纸的 里面的死亡者 你帮他念几成佛号也好 不过我还是 祈求大家 今天 明天 因为我们特别在超度 今天 明天 不吃肉 好不好 这样力量大一点点 因为我们既然要超度了 结果你一来都带来 一些恐怖来 所以因为特别我们在超度动物 一个吃牛肉进来 去到牛头都跑掉了 所以拜托各位 今天明天 忍一下 然后就来超度 然后比较慈悲一点 有佛法就有佛法 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父亲和月光 每当春耕的季节来到 村子里的人都希望 会有一头强重的耕牛 因为凭人力 要想翻开经历了 一个冬天的泥土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家里没牛的人 只能出去租借 阿银家的牛不借了 那这下该怎么办啊 要是靠人工来耕地的话 实在太费力 太困难了 唉 我再想想想办法 我再想想办法吧 爸爸 妈妈 我们家自己买一头牛 不就可以了吗 小韩 你知道一头牛多贵吗 我们家哪里有能力 买得起啊 是啊 我们真应该买一头牛了 几天后 父亲便买回来了一头漂亮的母牛 父亲的举动让村子里的人都惊讶万分 只有母亲忧心忡忡 你今天看到了没有 小韩的父亲买回来了一头牛 我看到了 那真是一头不错的母牛 什么时候 我家也能买一头属于自己的牛啊 爸爸 这头母牛真是太漂亮了 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 好啊 它的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我们就叫它月光吧 月光 好吧 那就叫它月光 老公 你哪来这么多钱来买这头牛啊 莫非 莫非这是你偷来的 哼 你看 我像偷牛贼嘛 尽管父亲信誓旦旦 可是小韩和母亲还是放心不下 父亲究竟是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买下月光的呢 父亲一直坚口不严 这就成了小韩和母亲心中的一个谜团 忙碌的春刚开始了 小韩和母亲暂且将这事放下来 我们有了自己的牛 就再也不用求别人了 今天 我带着它一起耕地去 让大家看看 我们的这头牛有多棒 这头牛岁数不大 正是调皮任性的年纪 我猜它搞不好会不听你话呢 我有这个 它敢不听话 昨天我还对阿姨说 我们家的这头牛 比它家的大黄强多了 今天 我就要让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看看 我们家的月光是村子里最好的牛 你们看 小韩父亲和那头母牛在田地里 你知道吗 这头牛的名字叫月光 给一头牛取名叫月光 真是奇特啊 管它叫什么名字 只要能耕田就行了 我看这头牛 根本就不会耕田 你们不信就等着瞧吧 一会儿月光干起活来 我看你还能说什么 它可比你家的大黄优秀多了 来月光 把头低下 我给你套上梨花 乖 低头 我就说嘛 这头牛根本就是中看不中用 你们看 它连头都不会低 你这头可恶的牛 竟然让我当众出丑 你这个家伙快给我低头 父亲想用这样的方式 迫使月光就范 折腾一番过后 父亲最终还是失败了 他累得气喘吁吁 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一下 可就在这时候 月光突然昂首挺胸的 大步朝前走 停下来 你给我停下来 你这个家伙到底想要做什么 回来 快回来 哈哈 你们看啊 这头牛根本就不听他的话 你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是不行了 别走了 快回来 你们看啊 牛长得漂亮又有什么用 这种不服管教的牛 哪里能耕舔 也就只能养着观赏 我看啊 这就是一头观赏牛 哈哈 你这个家伙 看来不教训你一顿不可 不要打了 不要打他了 这头牛实在太不听话了 不教训一下 怎么行啊 月光他还是一个孩子呢 一个孩子任性 难道不能被原谅吗 母亲伸手抚摸着月光 然后在他耳边低声说着什么 母亲像安慰自己受惊吓的孩子一样 低声开导着他 月光竟然懂事了 他不再使性子 并主动低下头套上梨华 跟起地来像是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样 阿吟 你看到没有 月光比你家大黄有力气吧 这头牛真是不错啊 他干起活来可真快啊 大哥 你把月光租给我吧 我家的地也需要跟一下 我也想租用一下你的月光 行吗 没问题 月光可不像大黄那样 耕几家地就没力气了 我家月光可是很有本事的呢 哼 父亲嘴上虽然这样说 但他却舍不得让月光干太多的活 而且平时对他也格外照顾 月光也变得越来越听父亲的话了 月光 来 多吃一点 这些草是我刚割的 又鲜又嫩 你是刘天心吧 是的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我想 他们是想来找我了解一些情况 没错 我们这次来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最近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有进山林呢 是的 山林里那捕抓云豹的陷阱 是你铺设的吧 是的 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 我就都交代了 那个陷阱是有人出钱 让我去布置的 这么就对了 刘天心 你可知道云豹是国家保护动物 虽然你没有参与云豹的捕杀 但是铺设陷阱也是违法的 按照规定 去对你居留15天 或者处以5000块的罚款 啊 老公 你为了买牛 竟然去帮忙铺设陷阱 你怎么这么傻啊 你们也看到了 我家根本拿不出5000块 你们还是带我走吧 老公 我们把月光卖掉 不就有钱了 那怎么行 以后我们家还得靠它呢 你不要说了 用拘留15天换来月光 值了 为了保住月光 父亲被拘留了15天 不过 他丝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在他心里 月光已经成了家里 不可缺少的一员了 快要过年了 可是家里还没准备年货呢 老公 这下该如何处理呢 明天我带着月光去采石场 干几天活赚点钱买年货吧 天气那么冷 而且采石场的活又很繁重 我看还是不要去了 没事的 我们就只干几天 挣点年货钱就不干了 没事的 爸爸你和月光可要小心点 小韩 你放心好了 没事的 等爸爸挣了钱给你买糖吃 月光 马上要过年了 你跟我去采石场打工 赚点年货钱好吗 就这样 父亲带着月光来到了采石场 加入到了搬运石头的队伍里 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 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 天冷路滑更是艰辛 月光拉着牛车 车上装了满满的石头 父亲牵着月光前行着 虽然天空中飘着小雪花 但月光却是满身大汗 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气 月光 真是对不起你 让你在这么冷的天 出来干这么繁重的活 月光 路很滑 身旁就是悬崖 你一定要小心 月光 小心 来 月光 休息一下 再站起来 路面实在是太滑了 月光挣扎了几次 都没有站起来 父亲紧拉绳子 想帮他站起来 月光 加油 站起来 绳子被绷得紧紧的 月光挣扎着 想借着这股径站起来 突然 绳子中有一段被磨损的 非常厉害 啪 一下子 一下子临时断裂 父亲一个亮呛 朝路边悬崖倒去 月光惊恐的快速向前一窜 一口咬住了那根绳子的另一头 父亲紧抓绳子的那头悬在悬崖上 父亲低头往下看 底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深渊 哎呀 不好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谢谢你月光 谢谢你救了我 很多人认为牛 马这样的牲口 只是人类的工具 然而很多事例告诉大家 他们其实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会和我们建立起深厚感情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大家更吓念 请大家更吓念 那麽大愿地藏王菩萨 一心齐勤 大笑目见连尊者 发起大悲心 圆满菩提心 思维无我空性 诸佛加持 合为一体 普度众生 好 请放张 那这个就是一个 只要各位每次要修行的一个正确的动机 正确的动机是发起大悲心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因为众生很苦 当然众生的苦也来自于你自己感受到你自己的苦 但是你自己了解苦 但是好在我们皈依了三宝 我们可以慢慢地离苦得乐 但是大部分的父母 众生不了解 所以我们修学大乘佛教的最主要一定要升起大悲心 那修大悲心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讨厌别人 会生气 所以甚至默不关心 这个是修大悲心的障碍 当然很多人认为说 我对我太太很好 我对我儿子很好 这个不是慈悲 这只是一种世间的感情 那大悲心是你对所有一切存在的众生 然后你都思维到他的苦 而且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苦 当然思维跟感受又有一段距离 思维是你在想 对对对 他们在轮回真的很苦 那是因为你不会感动 那谁会让你感动 大概就是你的家人吧 特别是你的亲生的儿女在生病 你会很痛苦 就像你现在来参加法会 突然家里 哎呦 你儿子在发烧我 你心里就会很痛苦 那我们修慈悲心就是要修这个 那现在这个世界上最缺这个 因为现在世界上大家忙着赚钱 忙着读书 都是希望自己得到快乐 别人跟我没关系 当然就像现在欧洲大家都在讨论 这些很多外国来的怎么办 甚至把它称为难民 那既然是难民 他就是在苦难 所以如果当然站在佛教徒 我们就张开大手 哎呀 来呀 来呀 但是会有很多麻烦的 那所以慈悲必须忍入做基础 因为他可能会偷你钱 他可能会找你麻烦 因为他没办法 如果他今天是有钱人 他才不会偷你钱 所以那很多人说 那干脆就不要就没事 如果你不要去对他慈悲 那你又失去一个修行者的特色 所以修行的人 他不能够 念一下 不能舍弃众生 这一句要记出来 来 不舍弃众生 那永远告诉自己这个 这也是最难的 所以因为不舍弃众生 才能够慈悲 那如何圆满慈悲 那当然你要把这个我 怕我受苦 这个我消除掉 这个叫我子 那事实上佛教里面 也告诉我们 所有生命的痛苦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子 就像各位你现在 哎呦 我脚痛啊 我怕生病啊 我想身体生病是 佛陀都有生病 达摩祖师 他是被下毒六次 第六次 他才把这个毒品吸收 让他自己生病死掉 那事实上达摩祖师 也没有死掉 他只是视线 因为他的身体 已经修到不生不灭了 但是 意思是说 凡是修行者 包括我的师公 真华长老 他要往生之前 身体也一直在病痛 但是他很自在 让我感应很大 哇 他身体 医生说他得了胃癌 而且在要往生之前 又得到那种 台湾人叫皮蛇 对不对 那个皮肤病啊 那叫什么 什么疹是吧 所以 泡疹 然后很痛苦 因为我光听到我就很痛苦 结果我跟我 我跟师公在讲话的时候 他很自在 所以他认为人生就是如此 但是内心念佛 思维波尔经典 那时候他一直给我强调 念佛思维大波尔经 虽然他身体在最后的阶段 但他虽然瘦了 但是他眼睛很亮 心情很平静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我们自己都会想 会怕 到底我有没有能力面对 但是让我看到一个修行者 他在思维空性 波尔经典 那我师公为什么要读波尔经典 因为他想要用波尔经典 让自己安住在空性 这个就是一种修行 而且透过念阿弥陀佛 来修业障 因为他最大的目的 他一个生命最大的目的 我师公一辈子修行最大的几个字 来念一下 发菩提心 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 他一辈子 他的生命就是这十二个字 这个很重要 各位如果 每个人的生命 如果你把你生命定在儿子 事业 感情 那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痛苦 就像我从小很佩服 孙中山先生 我们在叫国父 所以我永远记着 他要往生的时候 他念了什么 来 念一下 革命 奋斗 救中国 也就代表他的意志 只是现在我们学佛了 讲革命奋斗好像不对 要讲慈悲 智慧 救中国 革命还要打仗 那因为在他的范围 他已经达到一个极点的人 但是因为他还没有了解佛法 那我时空就不一样 发菩提心 念佛 求生净土 然后趁愿再来 继续再发菩提心 所以因为这种法的力量 可以超越他身体的老化变化 那各位你想想看 我们几个人能够如此 但是整个世界的人 大部分很少人有这个力量 再来 那些动物到鬼到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帮他念佛 就希望他 忘了他的痛苦放下 这个痛苦是一个夜报 不是真正的你 真正的你是空性 是慈悲心 是佛性 所以念了这么多佛号经典 就是要提醒往生者 但是各位要记住 来 提醒自己 永远记住 这个叫保持正念 钱不见了 身体老化了 你爱的人离开你了 你那时候会觉得 失落 很痛苦 那时候你要保持正念 提醒自己 所以最后就告诉自己 身体可以死亡 但是我的佛性 菩提心 念佛 这个不能死掉 这个就是佛教的重点 念一下 体悟无常 接受无常 必须念佛 那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你用我妈 修行在做什么 修行就是 这个是基本的努力 如果把你把快乐 定在世间的成功 爸爸妈妈健康 儿女听话健康 自己也家庭健康快乐 那你会失望的 因为它 它就 随着因缘在改变 这个因缘不见得说 出家人 因缘就比在家人很好 虽然我们这辈子 也可以出家 但是我们的身体状况 不见得各位好 我们的各种状况 只是说有因缘出家 这样而已 那只是说 既然出家 那是有因缘学佛 那我们在碰到事情的时候 你如何用佛法去调整它 所以上回我们有一个居士 好像是在哪一个地方 前辈拿走了 所以各位在欧洲 大家聚在一起 皮包放这边 你要小心 你聊得很快 所以一会来 不见了 所以有一次是在 在印尼机场也碰过一次 都是居士来跟我们聊天 跟我们聊天 我们坐这边 他们一定坐在最外面 对不对 那就跟我们聊天 聊聊聊 还转头就不见了 所以因为你专心在聊的时候 就有人会坐在你旁边的桌子 他就在等机会 特别机场 但是我就看他怎么反应 他掉以后 随缘吧 跟他结缘吧 厉害 这叫修行 他如果不会修行 怎么办 师父怎么办 他乱了 我们就掉录影带了 这怎么办 所以 当然我想各位 这些状况 你还是要去 学习 念下来 观修无常 这个观修无常 也叫禅修无常 就是说你现在拥有的这些东西 你要打坐的时候 或者你在上步 要去想 他变化了 他不见了 他离开我了 我现在两根腿 医生说要锯掉了 因为糖尿病 所以就像我一样 我每天都必须用讲话 这是我唯一的利用价值 海盗法师现在不能讲话了 怎么办 念下来 正好修行 我就是这样 现在我讲话 各位都知道 有点勉强 因为喉咙不好 那我这个人就是 我很喜欢念 我在房间 我很喜欢念 特别我们那个酒店 听说有鬼 正好修行 所以我就会很喜欢念 点香 水 我都一直在念 所以对我来讲 我喉咙就一直在 勉强说话 沙哑的状态 但是对我来讲也还好 只是 那没有了声音 那没有声音 不是正好修行 但是你有的时候 你不去讲话 就对不起众生 对不起 你给他念念咒 对他多好 所以 但是内心里面 就算没有声音了 那你还是在 念头最重要了 念头 所以诸佛菩萨 你听不到他声音了 但是他的 大悲心的力量永远在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要升起大悲心 就是说 你要去思维自己的痛苦 这个全身到脚 没有一样是快乐的 这个世间 你移民移民移民到哪一个国家 都有问题了 这个世间没有 没问题的地方 所以我每天在跑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 我都会去问这边有什么好 问完以后 这边有什么不圆满的地方 这个世间找不到 我就会越相信佛陀 原来佛陀 劝我们去极乐世界 是有道理的 就算这个世间 24小时都没有温度的变化 都不用 都有东西吃 都不用赚钱 有些国家 有些国家一辈子读书不要钱 看医院不要钱 不单这个国家 听说欧洲有几个国家 也是如此 医院都不要钱 但是医院不要钱也没用 不生病比较重要 生病不要钱也很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 外在的世界 你的身心世界 的唯一的真相就是什么 念一下 变化无常 无常故苦 苦空无我 这个世界存在的就是痛苦 抓不住的 没办法控制的 那这一点要思维清楚 好在我们归三宝 我们就是因为了解 这个世间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来 医治佛法身伤报 就像为什么 有些老人家说 我要搬到医院旁边 随时可以急救了 这样快一点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 就一直在痛苦 所以我们痛苦 但是别人不知道 就像我出家 是因为我爸爸妈妈 父母亲这么努力一辈子 虽然有一点钱 但是我看他们最后就是痛苦 我爸爸每天四点就起床 干嘛 运动 怕生病 不当自己起床 把我们通通拉起床 结果从小就四点起床 游泳 运动 剑道 跑步 反正天天在运动 从小就训练 因为他认为身体很重要 但是身体很重要 还是会生病 所以 很痛苦 所以这个世间 各位要多去思维这个道理 父母对我们这么好 都这么痛苦 那我们 我从小的习惯来 专心就是天才 听佛法的时候 你不要吵我 老师上课的时候 我都很安静 因为我回去可以不用再看课本 因为老师在上课 我就会很专心的 一直听 因为我要把它装进去 这样 然后下课以后 我还会再思维一遍 如果下一节课老师没有来 我可以再讲一遍 各位要学这个 叫副讲 副讲 我看完一遍心经 我就可以 把心经的 我体悟的要点 虽然不圆满 告诉对方 各位一定要学这个 这个是菩提心的 等一下 劝进行者 就是说 你听这个佛法 像各位今天听完了 你一定要回家 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这个是个悲心 如果你不讲 这个佛法对你就没有用 因为你不符合慈悲 听佛法对你没用 最好你明天就拿了麦克风 开始讲 最好你把今天听回到的佛法 通过你的网路 不管什么东西 就打重点就传出去了 最好把今天的所有法会的这种功德 透过各种管道资讯 传出去 让大家 同享功德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悲心 你不能说我喜欢做 我不喜欢做 因为全法国人都知道 所以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所以各位要透过你的悲心 如果你有这个悲心 像我们这次在这边参加法会 第一遇到的众生都听得到 所以上位格西今天在上面要修三种法 我们都来随喜功德 大威德金刚超度法 大威德金刚是文殊菩萨的视线 然后断除众生的这种我执 所以众生是所以在地狱岛 恶鬼岛 是因为他有这个执着 所以文殊菩萨显现成 大威德金刚 来断除他们的执着 超度他们 叫大威德超度 下午修什么 来 要师佛超度 再来再用要师佛的这种力量 让他们脱离三恶道 让他们得到世间的福报 要师佛最后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八大菩萨接应 那各位所写的红色的牌位 念一下 度母消灾 就要念度母观音菩萨的视线 来为我们的所有消灾牌位 能够让他们脱离各种身心世间的痛苦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 各位就要做一个悲心 验这三种的消灾超度法 骗击整个法国 以所有老人验故而验 骗击整个地球世界 骗击所有六道 念一下 地狱道 恶鬼道 动物道 各种人类 人类往生者 天道阿修罗道 皆同享功德 就是这个意思了 为什么要让它转 它转 它就在动 然后透过风 但是我们是透过我们的心态 你的心态 所以什么叫空性 这样讲比较快 空性就是说 你的心跟每一只蚂蚁都连在一起 你的心跟最高的天神都连在一起 就像母子连心一样 你做妈妈的怎么做都会想到儿子 你睡觉睡醒也会想到儿子 因为妈妈已经习惯 心跟儿子连在一起 这个叫执着 那修佛教呢 你不能有特殊的执着 如果你有特殊的执着 就会防害你的悲心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把执着儿子的爱 来执着众生 那就解决了 那这里面就包含你儿子了 也就是说 你的心跟所有的众生都连在一起 包括我 我为什么天天跑来跑去 因为我师父说 你要跑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这辈子没跑完呢 下辈子要继续跑 永远在跑 为什么 连接关系 就像各位这次来 我们潮州协会 各位在这边参加访会 消灾拔渡 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来这边拜拜 拜拜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消灾拔渡 祈愿 那你要 你要把你的心 跟潮州协会连在一起 以及来潮州协会的所有人 那潮州协会在这个地方 那你要观想 他影响了整个社区 巴黎 整个世界 那你只要加入这个功德 所以我昨天有念来 随喜潮州会馆功德 随喜化国慈悲协会功德 那你要融入这个功德 你融入这个功德 那一个潮州会会 有很多人来拜拜 这边有佛像 有地藏菩萨 有观音菩萨 所以那只要有人在拜佛 只要有人在观音菩萨 你一拜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有力量 就像这样 我一转他 他就有力量 所以你拜佛 你念佛 你诵经 你在供养佛 你在绕佛塔 那他就会有力量 他这个力量就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 所以各位 你在家里拜佛 不是为自己拜 你在拜佛就发光 就像你在压那个空气一样 气球就会一直起来 你一直拜佛 绕佛 念经 诵经 持咒 你又在思维佛法 然后他就在放光了 念一下 佛光普照 普度众生 也就是说 你像点火一样 这个人没学佛 因为他被世间污染 风很大 那我们就一直给他点火 一直给他点火 至少 风比较小的时候 他火就点燃了 他就开悟了 所谓点燃了 就是他有智慧了 有了光 拿了手电筒 他就不会跌倒了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世间 每个人都是在苦的状态 生命的本质 就是个痛苦 为什么痛苦 因为变化无常 这个世间没有永恒不变不动的 你放一滴水在那边 他就慢慢在蒸发 你点个灯在那边 他就慢慢在烧 最后熄灭 你放个面包 苹果在这边 他就慢慢在变化 最后他就会烂掉 这个世间没有那个不动的 这一点记住 但是每个人都在要求不要动 抓住老公的手 你要永远爱我 不可能 但是人都求这个记住 医生这次帮我吃药 永远不要让我发病 不可能 这个世间没有这种事 这个叫什么 我执 对 你有一个执着 这个我就是我的想法 我要永远这样 我永远不要生病 我永远不要死 不可能 这个世间只有佛性是永恒的 是诸法空向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如果你找到这个空性 那你就不生不灭了 没有肮脏也没有干净了 没有增加也没减少了 那你只要找到这个点 这个叫开悟了 你还不是找到永恒的生命了 永恒的慈悲 但是如果你把生命的快乐 定在成功 那你必定要面对失败 你把生命的定义 定义在有家人爱 爱在一起 那势必最后分开 就像有一次人家 要拿一张老和尚 拿一张相片给老和尚 老和尚说 这个先死 死完换这个 老和尚你讲这话 我讲真相 没有一个不死的 这是真相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讲话比较直 但是提早让我们了解 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所以我们要归三宝 我们要赶快来修行 我看今天上面写的 上午是三归五戒 我们赶快把我们的生命 整个方向归佛法身三宝 我们要来修行 修行就是持戒 至少不会堕落地狱 归到出身道 不失还可以让我们得到富贵等等 进一步追求智慧 所以愿 当愿来 当愿所有众生 归一三宝 受持戒律 那这个思想 你永远要记住 你不能说 我是三宝弟子 跟你没关系 不行 你坐在车上 你在街上 你在百货公司 你都要念这个 当愿众生 心里一直想着 愿他们归三宝 你也讲 Ong Pukam Ong Pukam 这个咒很短 Ong Pukam就是 让他们归三宝 让他们进入净土 也叫归咒 叫净土咒 净土变咒 什么叫变 这个世间是很痛苦的世间 但是如果大家归三宝 会修行 他就进入净土 所以黑暗的世界 马上变净土 叫Ong Pukam 贪嗔痴 烦恼轮回的心 马上变成佛的心 Ong Pukam 这个叫归三宝 所以 那这个咒就会有力量 所以你只要看到众生 就会念Ong Pukam 像我都是这样 你念一下 Ong Pukam Ong Aung Ong Mane Bane Hung 因为这个咒是有意思的 就是说 Ong Pukam就是 它归三宝 Ong Aung 它得到我 身口意 所做的功德 也得到了 诸佛菩萨 身口意 修行的功德 叫Ong Aung 那既然得到了 Ong Mane Bane Hung 它就脱离六道轮回 发菩提心 往生净土 那我想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修行方法 南无阿弥陀佛 希望这个人 他整个生命 南无就是归命 进入阿弥陀佛的心 将来进入极乐世界 将来成就阿弥陀佛的功德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都可以 南无就是Ong Aung 就是不清净的 进入清净的 本来从黑暗并入光明 叫归命 本来把生命的快乐 定立在变化无常的痛苦 现在把生命的意义 归一了阿弥陀佛 归一了三宝 叫南无 而学习释迦牟尼佛 这种悲至圆满的 觉悟的状态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以整个大乘佛教 就叫我们阿弥陀佛 见到人叫阿弥陀佛 时时刻刻都阿弥陀佛 进入极乐世界 脱离轮回 变阿弥陀佛的功德 可以帮助众生 自己成就阿弥陀佛 也希望大家都成就阿弥陀佛 这个思想 特别各位住在 繁荣的地方非常好 因为修菩萨道 你不能住在没人的地方 你会孤僻 变怪 怪诺主 怪怪的人 因为你没有面对众生 修菩萨道他就要让我们在 越复杂越轮回的地方 让我们看到这个事先的苦 逼迫性 逼迫 佛陀为什么会出家 佛陀的家族是加比罗为国 加比罗为国是印度16个国里面 算最有福报的 所以他们很骄傲 叫太阳的子孙 他们不跟别人结婚的 他们就是太阳族跟太阳族表兄表妹 就这样一直结婚 不能让别人参进来的 他们很骄傲 但是他们虽然很骄傲 但是他们是一个小国家 旁边都是大国家 随时想要并吞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 希达多太子佛陀的 在家的时候 虽然他要做皇帝了 而且听说他有能力管理 整个印度的16个大国 但是对他来讲 这个很逼迫的 而且印度的很多老百姓 很穷的 他看到这些 他觉得世间这些 让我做皇帝又怎么样 他是全国家里面最帅 最有福报了 那还是要生老病死 各位一定要去思维 念一下苦的逼迫性 死亡随时会来 无常随时会来 等一下各位走出去 你要想 我可能就撞死 你儿子开车出去 不回来了 你要有这个想法 你才会打破 你的这种执着 那你才会有危机意识 这个叫思维无常 所以世间的一切不能依靠 如果一个女孩子 她认为我找到一个好的老公 然后我这辈子幸福了 那是演电影没有这个事情的 电影是骗人的 但是如果你把思想设定在这边 你会很痛苦 所以我这样说我希望各位啊 你一定要跟你的家人好一点 跟他讲话吃饭 一直跟他影响这个 你煮好饭给他吃 你钱给他 你儿子就比较跟你亲近一点 然后你就要一直跟他说这些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我一直念念念念 从昨天念到今天 就是在讲这些 哎呀 变化无常苦啊 各位最好等一下排队里头啊 出家啊 一心念佛啊 放下 没什么好交代了 放下 台湾话说 逃剃剃也OK了 不然的话你要交代交代不完 交代不完 当然佛教里面讲的 出家并不是一定是体统 心里要出家 所以回去你跟你爱人说 请你把我从你心里面出家吧 那他就自由了 所以回去你跟你老公说 我已经在我内心里面让你出家了 不在我里面 你自由了 我更自由了 但是现在你把一个东西 把一个爱 把一个儿子女儿放在这边 很痛 因为就算你要断气了 还在想着他 下辈子当然 现在你是他妈妈 下辈子一定是做他太太 做他孙子 因为你会抓着他 如果你堕落 做畜生到 你就是那只小狗 又回家来了 就一直一直这样 因为一直想要抓住他 所以我想 我这所以讲这边是因为 我们要超度众生 要怎么超度 你要讲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啊 你不超度自己 你叫他去极乐世界 你阿公说你断气了 你叫我去 因为你心里在那种状态 你没办法帮他 帮自己也帮不了他 至少我们在帮他念的时候 我们是想着极乐世界 我们是真心的想要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 你的心就会 让他感受到极乐世界的快乐 放下世间的这种快乐 所以一个人快往生了 他不能断气 那我们当然去给他做很多功德 目的就是希望他放下 为什么 这些功德 让你升天 还是这些极乐世界 比现在快乐多了 自在多了 那各位每天都要念念佛 为什么 让自己心里很快乐 让你心里很自在 世间的东西是个责任 那这个责任我尽力 在缘起 在因缘所生法的条件 你现在是扮演先生 扮演太太 扮演阿公 扮演儿女 扮演董事长 扮演什么 那你把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修行的助援 不管像我现在是扮演出家人 所以那我的最大的任务 那就是修行佛法 传播佛法 因为我扮演出家人 所以不管你扮演什么 你扮演这个医生 那你就好好把医人 病人医好 医他的心还不够 医他的身体还不够 还要医他的心 就像有一次我去纽约牙齿痛 那个医生 食物会痛哦 会痛哦 赶快念阿弥陀佛 完蛋了 我说医生 你念佛就不会痛 没有啊 还是很痛 他说我就是要让你痛 你才会念佛 天哪 他真的把我弄得很痛 那个医生有一点执着 我就是要让你痛 你才会念佛 天哪 下回不敢去了 后来我就去荷兰 我去荷兰 荷兰多温柔 没有问题 不用拔 就把我弄好了 我说那医生是虐待狂 虽然念佛是对 他还可以讲在那边前 还有一个按摩师 师父 我按你会痛 你要叫出来哦 不要憋哦 哇 叫大声一点没关系哦 真的也是虐待狂 你最好念佛 念不出来了 这个就有一点过分一点 虽然念佛很好 但不是这个方法 念佛是让你心里没压力 但是当然身体的痛苦 来自于心的执着 如果内心能够放下 就很圆满 各位要学习服务众生 我手上有读诵本 谁没有 这样子 要一直注意 非常注意 能够懂得中文真好 各位在法国 我要提醒各位 一定要让你的儿孙懂得中文 这是你做母亲 做祖母的责任 如果你的儿孙不懂得中文 你真的是太不负责任 因为他一辈子不会看佛经 他没救了 他只能过着外国人的浪漫 然后最后就再见 他们有机会听我佛法 很可怜 所以要想尽办法 中文一定要深入 因为你中文不深入 你没办法看懂经典 那这辈子不是白来了 就浪费了 所以后面有十位菩萨 代表大家做食供养 也代表十方的法界众生 来供养十方佛 更代表所有往生者 所有消灾者 所以我们先来 齐请诸佛菩萨降临 大家请各位念 南无常驻十方佛 南无常驻十方法 南无常驻十方身 南无本是释迦牟尼佛 我等以报恩心 孝顺心 大慈悲心 为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六道友情 齐请诸佛菩萨 降临法会 护法善神 守护法会 同享功德 六道友情 离苦得乐 同生净土 同臣佛道 恩阿霍 我们现在要为他们做大供养 为蚂蚁为鸽子 都要供养 你要想到的时候 我刚才讲什么叫空性 连接了我跟鸽子 海鸥鱼 我跟非洲人 我跟任何人都连在一起了 产生一种连接的关系 就像你跟儿子产生关系了 你一辈子都不会舍弃他了 你对祖母 你对你的父母 永远都要超度他了 直到他最后成佛 那你把这个关系扩散到 对每一个众生 那就变成一种空性 产生的悲心 这个重点要抓住 你经常念习 经常念习 自己让自己习惯 那所以我们现在 你为众生去供养 那个功德更大 所以念一下 发菩提心 供养一盏灯 超过别人 供养百千亿万盏灯 那你就了解菩提心的意思了 菩提心就是 你关心法界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因为他们最后都成佛 而且用心跟它黏在一起 这样 那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出家就没有实心 才有这个广大的心 了解吗 所以就像我要出家 我太太说 我要跟你出家 那我玩 他说我也要出家 你为什么不让我出家 我说你可以找别人出家 你如果去南我就北 你如果去东我就去西 因为不能这样做 所以各位这一点 希望大家也出家 好不好 我就爱众生 默默地去爱所有众生 帮助他们 好 请翻到七十一页 希望大家经常这样念佛 念佛 你能够点一支香供个水 你找更多众生一起来念佛 因为你给他水 你给他香 你给他食物他们很高兴 就像各位你喂那些鸽子 海鸥他们就过来 过来吃吃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们就皈依了 对不对 就是你要先让他过来 事实上超度也是这样 准备这么多食物 这么多爱心 这些众生就来 不分德国人 法国人 华人 他们就来 来他们吃的 你对他很好 你对他很好 然后你现在愿意他皈依三宝 我们不是拉他相信我们的宗教 因为佛法是真理 是超越宗教的宗教 你要就近离苦 因为你已经信仰了那个宗教 结果没有离开痛苦 所以现在有一个可以让你离开痛苦的方法 这个叫佛法 所以他就会接受 就会接受 所以我想各位我们佛教徒 各位心理还要广大 帮助各种宗教 他已经升天了 没问题 他如果还没有升天 还在受苦的来 我们来帮助你 这样就好了 就像你到A医院 医不好 现在我介绍你到B的医院 那个可以让你离苦 永远不会再发作 那就对了 那叫真理 这个叫佛法 所以我们懂得佛法 我们很有福报 但是各位 你一定要把这个福报 从你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 这什么意思 如果你每天还在烦恼生气 你们拜佛了 最迷信了 最糟糕了 吃素还会骂人 很奇怪 但是既然我们学佛了 你必须 我们出家人跟你要 我们出家人 既然你出家 你不能贪财 好色很大的缺点 佛教好可怕 所以现在的末法就是 人家不相信出家人 不相信出家人是因为 我们出家人没做好 这是最痛苦的事情 南传 汉传 藏传 OK 那出家人正知正见 不贪财 不好色 很慈悲 懂佛法 那就对了 那就是最重要的 这部分在家出家 我们希望更多人学佛 我们潮州会馆 应该要 潮州 这个叫什么 潮州会馆 还要办一个青年会 现在已经中年会了 老年会了 还要儿童营 对不对 希望有更多更多年轻人 一直加入 那我们必须符合他们的方法 不是用我们的方法 因为时代改变了 所以佛法是如此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兰车在厚厚的云海中穿行而过 下说到登天台 还有高耸直入云霄的一千五百阶天梯要爬 真令人妄知却不 不过九华山的俗艳说 不到天台等于没来 上一趟天台寺是前程心、信心加上体力的大考验哦 天台峰顶位于海拔一千三百零六米 又名为天台正顶 群风罗列旗下 是关九华山全景的好去处 山峰间云海茫茫 古次里烟阴鸟鸟 法界虚空连成一片 佛国与苏婆世界不断视线着缘起如幻 等待着我们以清静心去明辨真位 古拜金台位于天台峰下 相传金地藏曾在此处拜诵华严经 途中因此闻风来朝 就连山上的飞禽走兽也都来听他讲经说法 殿内至今保存着一方岩石 上面有明显的脚印凹痕 是经地藏当年拜金的足印 弥足珍贵的从唐代遗留至今 是深切期盼着地藏菩萨保佑与加持者 虔诚礼拜一堵圣机绝不想错过之地 攀上岭边云霞登峰造极 目尽万里 天台四前银壁上石刻着七金大字 非人间 四门前拱形桥上的横梁 也稀有中天世界四字 由于历代苦心经营天台 而造就了今日远离红尘 湛然长急的九华山佛顶 大波若经上说 一切法无所有 必尽空不可得 佛国里的诸佛菩萨 慈世着迷糊在颠倒五欲中的众生们 音音大怨逝度 不远千里而来的有缘人 是借助佛教书行的机会 可能是什么 就是总体念头 你的念头元化 世界就更在意 这个人正在联系 你的念头元化 他念我愿陀佛 他这个懂我愿陀佛的价值 不流行 否则 这个人太往生了 他可能会下定一座 但是你一个圆满的心 会固定欧陀佛 他就变成欧陀佛 所以回到你们讲 心可以在面前创造起来 但是千万不要为这个假的世界 影响到我们的心 佛不上的马虎 佛不上有一个爱 就要想到我们的 还在靠 所以呢 我们知道 时间是假的 不要为这个假的时间 碰到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的佛性 菩提心 不要有一个经济和改变的 所以我想我们能够重复众生 以心念 所以你会养念 所以以众生就重复了 然后我们通过放生 和事实 各种功德 这些都是个助言 通过这个助言 会比较容易生气 细心 满细心 当然也会得到足够的加持 所以简单的说 我们修行就是 一切维新造成 来自这个芯片 这些是一个圆满的固体性 不退的固体性 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改变世界 啊 虽然我与同国可以改变世界 世家公共会改变世界 同样一个人活到九十九岁 而不是我们中国人 韩国来的经常去改变的世界啊 在越南中 无论什么啊 因为他的时间在永远的胸口 永远的飞远 那肉体随着死 好了 我们看都看不到 那甚至那一天就让他 还有句说 师父 登在金超学 肉体在里面 我说你不会往太高 因为你们相信 这是你最大的麻烦 你要相信 金超学不是用肉体 做成的 金超学是用 一大部分杀的 这种本月精神的独华 你不要吃醋 有没有可能肉体 就算真的放着一个肉体 在那边搞不好 还是骗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信不相信 真的在你那边 都没有 所以我想 在这一年啊 一定要 要绝对的信心 灵性 不要被静静取出 所以你看到 好麻烦 不好的事情 好麻烦 在过五分钟 有人要把你抓去 放我的口 烧死 比如说你一想 哎呀 会很痛啊 你怎么办 那时候你烧的时候 很痛到老板 这样 而且不想 很可憐 但是在五分钟 不要被烧死了 我先来看看你心经 发作 好麻烦 我平常都在醉油梦 两天前日 都不在一起 今天化我醉油梦 我的身体来供养福啊 化为挑补 越来吓死众生了 灭得好麻烦 你被烧死 而痛而死 那个时候你就不感觉到痛 因为你的悲心 冲破你手机的感觉了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说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以前在阴影都差一点发生 前面最后面差一点 前面那个推火的 把它弄在火里面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想 看自己怎么想 所以要人 难过什么 就像我们法华经一样 所以你这样来攻养祝福 因为他的梦迹 梦迹是攻养祝福 所以我想 我们必须要 我们所在的心灵 欧玛的原本 阿弥陀佛 地上王菩萨 很虔诚 他不能说 被反击一下爱和交叉 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 所以我要经常这样念 啊 在念过三天 地上见三天 我把你改变过三天 很认真的 融入 当世界变化了什么 你心灵的变化 以你动心态 改变的世界 啊 哦 这个车快撑下去了 这个火烧起来了 有人坐在房间 眼光是一场火 居然灭掉了 居然吓他 因为你的心念 就有多少 我想每一天佛 并不是用他 肉体度众生 肉体是一个方便的主意 那我们关系神经信心 他用我们的法身毁灭 就是这个空心大背心 一个圆满的菩提心 在度众生 所以地上王菩萨 要严定地上王菩萨 因为地上王菩萨 他在不生不灭的 明昏的大背心 所以他要严定地上王菩萨 如果让众生长受病 能够让救人解脱 才脱离生 所以地上王菩萨 圆满的心态 所以晚上我们 做了这么多仪归 念啊 宋啊 放生啊 无私啊 最重要就是啊 能够训练我们这个心 啊 成为一个圆满的状态 没有确定 充满的优点 没有恨 充满的爱 啊 啊 你第一次看他接天 要表达对他 感恩 关怀的回向 啊 啊 那一见 他王菩萨 不断的训练 百岁公 位于九华山的摩空岭 因地势高峻 又建在山壁之上 最初被称为摘兴庵 庙内供奉着无祥和尚肉身 当时活到一百二十六岁才原籍 故寺庙得名百岁公 又名万年禅寺 看 大雄宝殿的殿门 至今仍挂着北洋大总统黎元洪写的海扁 清四百岁公 护国万年寺 庙内千佛今生 大放光明 庄严殊胜 庙外 无论是去小寺院飞来观音风礼拜 或是举一条百岁全的百年甘露 总令人流连驻足不忍离去 明朝一位二十六岁僧人 名为海玉自无瑕 从五台山云游到九华山参禅学佛 并发现了一个藏身石洞 从此 基石野果山泉 隔绝尘世 为至今最古老的一尊肉身菩萨 无瑕老和尚 于八十四岁起 费时二十八年 以舍血调金粉 公书大方广佛华言经 四十二万字 至今写经保存完好 成为国家文物一级宝物 其他如肉身的首饰高提 百岁公的百岁碗 都是流传不惜 派至人口的传奇故事 深信他的法力长存 佛力无边 走进知苦断棘之门 看看丹座堂内 超凡入圣的四面观音和五百罗汉 如何具足身相 清净圆满 而深刻理解华言经所说的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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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空中佛学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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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问训 同学们,我们离请老师为我们授课,向老师行一问训理 同学们,阿弥陀佛,老师好 大家好,请坐 好,大家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我人的授词 我今见我人的授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学院的同学,电视机前及视频前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大家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向大家解说的是佛法盖药第五节 叛教 印度佛教的叛教 视频是78、77 图表是44、45 课本繁体版在351页 课本简体版在180页 叛教 叛教在佛法当中 他主要的是 叛色佛陀的一代教说 予以分类 也就是说 叛教它是一个分类法